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古以来 人们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形容大多如此 山衣水而立 水帮山而生 女子在爱情里常常饰演着温柔依恋的角色 而她爱慕的男人就如巍峨熊山般毅历 大约每个女子都在心中幻想过另一半的模样 她不一定身形魁梧 也不一定文涛武略 但一定是自己心中独一无二的英雄 女人喜欢崇拜感 如果一个男人可以征服她的内心 那么这个女人就认定了你 对于爱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正是因为如此 才有人爱而不自知 那么怎样才能判断出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呢 当女人被男人征服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当一个女人真正从心底被男人征服 就会变得很黏人 二 喜欢赖在你身边 女人是缺乏安全感的生物 她们需要关怀和依赖去证明爱的存在 反而言之 如果女人愿意去关怀和依赖男人 那么多半是对这个男人动了心 当一个女人从心底里被男人征服 那么她就会变得黏人 具体表现就是喜欢赖在你身边 喜欢赖在你身边的女人是在宣誓自己的主权 因为爱情是独一无二的 爱的本质是奉剑付出 也是单一的和占有 女人希望时时刻刻的陪伴 能让男人从心里认同和了解 他们和别人是不同的 你是属于他的 喜欢跟你聊不停 爱情带来的不仅仅是心动 还有内心的渴望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和你 无话可说 男女都是如此 对于女人而言 一旦对你动了情 被你征服 她就会希望更加深刻的了解你 她希望借此和你的关系更加亲密 在了解你的同时 也把自己的内心也抛弃给你 因此她会跟你聊不停 有人说 对于感情 男人看重的是外在 而女人更倾向于内心 当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崇拜你 被你征服 那么他们所要追求的就是心灵上的契合 因此她们会更加看重和你的心灵共鸣 渴望去了解你 理解你 言语的沟通带来彼此的亲密 喜欢你才会和你聊不停 喜欢和你多接触 肢体语言是人类表达沟通的第二大桥梁 当你厌恶一个人时 可能 瞒得住嘴巴 但表情动作会出卖你 因此 当女人喜欢你时 必要的肢体接触就是强有力的证明 如果一个女人不排斥和你的肢体接触 那么多半是对你有好感 如果她很黏你 并且喜欢和你肢体接触 那么 大概她是从心理上被你征服了 对于男人来说 女人是种奇怪的生物 因为你始终摸不透她的想法 不知道她究竟对你是爱是恨 但其实 有些情感不需要表达 有的时候 一个眼神一次拥抱 就能够说明你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如果不是真的爱你 怎么会跟你过多的接触呢 三 曾经有人说过 如果非要拿这个世界上的某种动物来形容女人 那一定是猫 因为女人的性格多变 如同猫一样 让人难以捉摸 当女人不喜欢你时 她会表现得绝对疏离和高冷 而一旦女人爱上了你 真正喜欢你时 又会变得格外热情年人 但任何一种变化都取决于男人对待他们的态度 对于真心实意的爱慕 自然当以真心回报真心 征服不是指谁一定要在感情上取得上位 占的优先地位 而是你付出的真心被对方接纳 被妥善 增藏 感情里没有赢家和输家 只有真心对真心 虚情的假意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你所付出的真心 总有一天会被回应 真正爱你的人 始终舍不得你等 要说拒绝 女人拒绝你的东西可能有很多 然而不拒绝你的这三件事 十有八九是因为女人被你征服了 很明显对你没有好感的女人会接受你的嗜好 不拒绝你的亲密接触 并且见你家长吗 这些当然都不可能 那答案只有一种 就是这个女人被你征服了 其实不少男人都具备征服女人的魅力 只是他们一边在努力 一边又在否定自己 但凡男人对自己稍微有信心一点 也不至于窥探不了女人的真心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